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要開始今天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聖年充滿如何幫助我們的侍奉,而我們今次所講的就是講到代討 我們看到摩西的代討,這裏有兩個經文,首先是詩篇106編23, 在這裏經文就講到神就說要滅絕以色列人,如果不是有他所挑選的摩西站在當中,原文是破口,使他的憤怒轉燒,恐怕他就滅絕他們 然後那個經文就在出埃及的33章2節那裏開始,就講到摩西怎樣為他們代求 神就說我要插演使者,第三節就是領你到那流奶與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們上去,因為你們是硬著頸巷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們滅絕 有15節,摩西說,你若不親自和我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裏領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不是因你與我們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在這個經文裡面,就講到摩西為以色列人代求,因為以色列人他們不聽話,神就要滅絕他們 然後摩西的後代就成為神簡選的子民,但是摩西就求神不要這樣做 然後,神就說,你若不親自和我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裏領上去 人在何事上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不是因你與我們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 就是我們和地上的萬民的分別就是有神的同在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這所求的我也要行 神就應找他的討告,並且說到其中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所以這裡就講到這個代討者的生命 就是他在神眼前蒙恩,就是他在神眼前蒙恩 並且神按祂的命認識他,就是神是與他有親密關係的 神是認識他的,神就應找他的討告 所以在這個經文讓我們看得到 原來代球人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他和神的關係,他走神的路 遵從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不是走在神的路上 神的英運程度是不同的 如果他全然走在神的路上 而全然走在神的路上 整個生命去親近神,遵從神 還有聖靈充滿 摩西是聖靈充滿的 因為摩西其實他時時求問神的時候 神的榮光都降臨 神也是面對面 但就不是最強烈的榮耀 是神背後的榮耀都被他看到的 所以摩西是和神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他也很渴望神 他渴望神的榮耀 這個就是摩西那種生命的特色 當他代球的時候 神就應允他的祷告 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生命和神的關係好的時候 神也更加會應允我們的祷告 也很重要我們從聖經看到代球的意義 因為有很多人把代球的範圍擴闊超過聖經所說的 聖經所說的代球 第一摩西是為了以色列人祷告 為了神的子民祷告 以及是和神的關係有關的 和神的關係有關 而在新約聖經裡面 耶穌叫他們祷告 為了所以求父差遣 給 elderly人和工人家服務 是為了全福音,保羅代求求神開福音的門 並且賜給保羅智慧聰明,為眾聖徒祈禱 聖經也有說為萬民祈禱的 那問題是為萬民祈禱是祈禱的什麼? 在聖經裡面說的是求神給我們平安的日子可以傳福音 所以為萬民祈禱的意思就是讓這個世界有更多機會給我們傳福音 或者是為了跟天國有關的,就是為了人信耶穌 最主要其實聖經裡面看到就是為了基督徒能夠發揮生命 基督徒給神使用 然後就是為了未信的人求神去拯救他們 聖經沒有說求神在各方面去祝福那些不信的人 因為他們不信耶穌,根本他們是得不到神的祝福 但是今天很多人就是會這樣的,就是求神在各方面祝福他的家人 應該祈禱,第一就是祈禱求神拯救他們 因為拯救了才能夠祝福的,神才能夠臨在他們身上去祝福他們 同樣祝福社會也是這樣的,社會不會被祝福,除非人跟從神 社會上的人也不會變為義人,政府也不會變為公義 我們可以祈禱求神是叫我們開福音的門,有平安的日子 叫我們傳福音 就是說聖經的代求主要是跟救恩有關的 跟天國有關的 就不是單是為了物質的風性 各人的順利,而是為了和神的關係有關的 這個就是我看到聖經裡面的代求 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呢,他們就 就是那個代求很多時候都是為了親朋戚友 他們病得醫治,那這件事我不是錯的 但是他應該的次序,第一就是求神去拯救他們 如果他們不得到拯救,他不會在生命中得到醫治的 所以我們都是求神去拯救他們,求神去更新他們的生命 也都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我們代求的時候,我們不只是說神 你用什麼方法去救他們 我們自己本身都是願意給神使用去救他們 神賜給我勇氣,賜給我聰明智慧,向他們傳福音 讓他們能夠認識你,求神你差遣工人出去收莊架 改變這個社會,不只是求神去 在物質上祝福這個世界 或者是令到這個世界變成一個好一點的世界 因為聖經講到這個世界是不會變成一個好一點的世界的 這個世界是因為人的罪的緣故是會帶來不同的問題的 那在代土運動也都有一個這樣的教導 就是為了七座山 那七座山是什麼呢?就是 我忘記了,教育、娛樂、政府、學校、教會、娛樂界 就是不同的領域 祈禱就是神祝福這七座山 讓這七座山都跟從神 那當我聽到的時候,我覺得是 是不是神會這樣祝福這些七座山 就是說,譬如教育 是不是會在這個不信的人管理之下 是不是會變得更加好呢? 政府是不是在這個不信的人帶領之下 會變得更加好呢? 而且這個國家並不是跟從神的國家 就是世界上是 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是用神的準則的 雖然基督教是曾經是開始 是說美國開始的時候 是有說到 是初期的時候有很多的人 是一些 那些 是希望在美國得到 宗教的自由 但是在他立國的時候 他就只是說到 in God we trust 他們是信神 但是他不是信耶穌 他不是說耶穌 當然在美國總統有很多是信耶穌 但是呢 他的國家現在已經立了法例 就是說 是國家與宗教而分開的 那也都有一個 美國的無神論的機構 那他就是 要求所有政府裡面的 任何的地方 都不可以有任何宗教的象徵 任何的 譬如說有律法的圖畫 這些他們全部都要推翻了 和學校裡面不可以有討告 那這些都是 就是 國家已經變成了不是跟從神的國家 而這個世界上其他國家都不是以 基督教以神為帶領的 那所以 當他們不是被神帶領的時候 他們是不會走在神的路上 我們可以祈禱求神幫助 難阻這些國家去難 就是叫這些國家不去抵擋基督教 但是呢 他們依然會做的 我們可以為這件事情祈禱 但是我覺得主要 就是 我們都祈禱求神去幫助 就是讓我們有自由去傳呼音 但是主要呢 我們是祈禱求神 差遣工人出去 收他的莊架 就是這些國家會不會改變呢 那有一個代土運動呢 他的觀念就是這樣的 如果一個地方的人呢 他們都 就是有一些仕途 那些仕途呢 他們呢 就 在這個社會得到權兵 那他們就會為這七座山祈禱 那這七座山就會改善 這個世界呢 會更加神掌管 那這件事我真的從聖經我看不到 就是這個代土運動會帶來 那些國家更加跟從神呢 我就看不到這一樣的教導 但是這個都是一個 在一個代土運動其中一部分呢 是有講到這個 叫這七座山都在這個世界更加興旺啊 更加公義啊 嗯 我就覺得呢 我們可以為到國家 為到不同的東西徒告 但是這個應該是次要的 最主要是傳呼音 最主要是祈禱求神 更新教會 讓教會有力量 去傳揚呼音 這個呢 就是聖經裡面那個重點 就不是將這個世界 改變成為一個更加公義的世界 因為聖經講到這個世界越來越差的 那也有些神學呢 就認為呢 就在耶穌回來之前呢 就會 那些教會就會很強很強 那到時候呢 就會很多人信耶穌 很多人被醫治 有很大的復興 那這件事我 在聖經呢 我是質疑這件事的 就是到底會不會有這些發生呢 就是是不是真的會將來有一個大的復興 於是很多人信耶穌 那些醫院都清了 就是那些醫院裡面的人呢 都會清了那些病人啊 被醫治啊 那到底這些是不是會發生呢 那而我自己覺得 從聖經支持的就是 代討就是求神 堅固基督徒 基督徒暫落得穩 求神幫助教會 向著屬神的方向去 傳揚呼音 建立人的靈命 作美好的見證 有能力 也都求神呢 難阻這個世界 就是求神呢 叫這個世界不要難阻我們傳呼音 就是那個代討應該主要的方向 而不是改變這個世界 成為一個更加公義 更加美好的世界 而在今天的經文呢 就看到之後 原來屬神的人 愛神的人 聖靈充滿的人呢 他們的代討是更加有力量的 神是更加使用的 感謝神啊 昨天呢 有位姊妹願意 接受 都基督成為她的救命 就送了 感謝神啊 除了只是一個禮拜 相信這個是聖靈的動工 帶你去 養去接受基督 感謝 OK 好 多謝葉牧師 多謝葉牧師 因為葉牧師你的教導很好 好 感謝主榮 我就是將 我就是將你的教導 我嘗試整整街 幫她按手討告 嗯 好 那麼 是啊 就去了兩個星期 感謝 好 強主繼續使用你 多謝天父 好 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 關於代討的 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 關於代討的 對 葉牧師 我有少少地方不明白 所以想請教 你說 我們是要為人的生命去代討 而不是為世界越來越公義 越來越好而代討 那這裡我明白 但是我們為人的生命代討 那個人會變成好的 那他都會變成越像耶穌 那些人就會越來越公義 那這個世界就會越來越公義 那你剛才的重點 是不是說 那不只是為世界越來越變好而代討 而是為人的生命而代討 而效果 那些人會越來公義 那要點是這樣 神的工作這個世界上透過耶穌 有些侄 是我的電話 還是牧師 喂?聽到嗎? 現在可以了 我们的代祖是求神 参显工人出去收庄价 兼顾基督徒 也在社会有影响力 那个影响力是透过基督徒的生命 和我们的全福音去影响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说 我们祈祷了 然后就变得公义 世人是不会变得公义的 是神的子民会影响这个世界 那个工作是透过福音 然后改变了世界 就不是单是代祖 然后世界的政府更加公义 又给更多自由传福音 这个事情是没有发生到的 也都不是 譬如在耶稣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更加被罗马人 和犹太人逼迫 他们并没有 因为他们祈祷 而神就叫他们 免去这些灾难 他们其实更多的逼迫 那个政府更加不公义 还有世界更多问题 这个世界也圣经讲到活日 是越来越多问题的 这个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祈祷求神 更新基督徒影响这个世界 是透过福音 就是我们有耶稣 所以我们影响世界 或者是我们带人信耶稣 而那些人都影响世界 是透过耶稣 在这些人生命中的工作 就不是单是透过代祷 然后世界会变得公义 还有比基督徒更多自由 哦 明白了 谢谢你 OK 好 其实如果讲到这个世界的宗教自由 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大的折扣 就是有些国家就直接是 没有自由传播音 那那就逼迫基督徒 那甚至在一些自由国家 他们现在那个恶势力的扩展 去到什么程度 就是那些同性恋 他非常之霸权 因为有很多的人的看法 就是对于事情的看法 他不会强迫别人一定要跟他 但是同性恋就不是的 同性恋就是说 任何人如果反对他的看法 说任何事情反对他们 他们就会去报警的 那譬如说 他们在美国 我有听到这件事情 那在欧洲情况 我就不知道不清楚 那就是有些人会打电话去教堂 那时候那个 诗人教堂的牧师告诉我们 他们周时有些人打电话来 就问他 你对于同性恋 怎样看法 同性恋的人来到你教会 你会怎样看法 那他就觉得 这些人是找藉口 他可能在录音的 那如果听到个牧师 说一些说话呢 不赞成同性恋的 或者教导那些人 就是比如在港道 教导人 同性恋是违反圣经的 他们就会捉住这些 就拿去告这个牧师的 那所以其实在 欧美很多国家 已经那个宗教自由 是减少的 在这方面 那这个是很可惜的现象 那我意思是说 这个世界越来越变得邪恶 都是圣经所说的 就是我们改变这个世界 不是透过代土 跟着那些人就会变好 是一定透过福音 是一定透过福音 人才会改变 而这个世界 根据圣经讲 是末后日子 是有些人更多的问题 他们是有更多的怨恨 那所以我们的 基督徒影响世界 都是透过基督徒的生命 好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呢 好 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祷告一下 我们都求神 赐给我们 一个热切的心 为宗教会祷告 因为实际上 很多教会是软弱 我又不会说 只是 传统的教会是软弱的 圣灵的教会都有 某程度的软弱的 就是 昨天有个人 跟我聊电话 他就说出他 在圣灵教会受到的 那种负面的影响 就是什么呢 那些人经常都跟他说攻击 他经常都说呢 不同的东西可以引起攻击 那这个人就问我了 他说呢 就是很多方面 就是 很多样东西 他甚至有格 有些人说就是说 你的侍奉越成功就越多攻击的 那我觉得这些教导呢 令到那些人很害怕 经常都害怕 是不是有攻击呢 譬如有些人有病 那他们呢 就 各样的方法试均了 都不行的时候 他们总是说 你是 是魔鬼攻击你 那就好像魔鬼的权势很大 但是其实 当我们亲近神 我们处理生命的时候 魔鬼是没有权命攻击的 但是他们呢 就将基督徒的病 都是捍卫 魔鬼的攻击 就令到有很多基督徒 就很害怕了 就是死了 我有病了 或者是 很多时候都会是就座啊 这样 那耶稣 很简单的说话 我已经赐给你权柄 可以踐踏射 龙蝶子又 性格仇的一切的能力 断没了什么能害 是我们可以轻松 起落 这样做基督徒的 但有很多 基督徒呢 在有些的教导之下 就变得很害怕攻击 甚至不敢为人 按手祈祷啊 很害怕 魔鬼用各样的方法 攻击或者咒助他们 那我就真的觉得呢 这个就是将 那些不是圣经的教导 拿出来教导人 就变成了一些人就很害怕了 那有时这些教导 未必出自牧师的口 可能出自教育 不过牧师可能讲攻击 接着那些人就解释攻击 就是很多方面的疾病 都是攻击 这个都是一些 不好的教导 令到那些人呢 失去了神里面那种 起落平安 那我 我都听到有不同人呢 讲到 在他们教会里面呢 他们 经常都觉得自己 做得不够好 所以魔鬼又攻击 所以呢 就有这么多问题 所以总是这些问题 不得解决 那我 我觉得 我们是 深信神 德性 耶稣是德性 我们亲近神 张从神 神一定祝福 魔鬼是没有办法攻击的 只要我们 听神的话 就算他有攻击 神一定有足够的恩典 我们听神的话 一定有足够的恩典 那有些人就说 会不会是我们的 还有些罪呢 那我有些罪 我们立刻求主射灭 我们都努力的 求主帮我们改过 当我们 去努力改过的时候 魔鬼是不可以攻击的了 我们求主射灭 还有我们尽力去改过的时候 魔鬼已经不可以攻击 即使基督徒有时有 犯到一些罪 不代表 魔鬼就会攻击的 那另外当然 很多教会 就是他们对圣灵 不开放 还有呢 对于亲近神的定义 就是 也都是很狹窄 就是只是思想上 亲近 诗歌都是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 只是唱教导的诗歌 就很少是 全面性亲近神的诗歌 就是我们诗歌应该是 赞美感谢爱慕神 这个是在诗篇 我们看得到的 那这个我们求神 去更新更多教会 跟神建立好的关系 那也都很多基督徒 他们觉得祈祷是怎么样呢 就是 事实就是代求 求某些事情 那么他就觉得呢 这样呢 祈祷呢 神就祝福了 但是事实上呢 就是他们 缺乏和建立 建立和神的关系的讨告 他们就变成了 力量不大 变成了很多基督徒呢 他们求神 帮我们的经济 帮我们家庭 帮我们教会 帮我们各样的东西 只是祈求的时候呢 他们并不会得到 很大的力量 那么他们就 就觉得神呢 力量不大 或者他们就会失望 那么我们都求主帮助 众教会知道 是常在耶稣里面 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 去爱神 这个最大的界面 爱神就会更大 被圣灵充满 也都更新宗教会 使给我们机会去影响他们 那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大家可以站起身放松的人呢 轻轻松松去亲近神 亲近天父 多谢赞美你 神啊 你充满恩典 充满慈爱 你是充满大灵的 主要你教导我们去代讨 去求神呢 去祝福神的子民 祝福神的教会 神的儿女 满有神的力量 有神的同在 也都求神差遣工人 出去修你的庄价 并且是差遣工人 去建立人的灵命 凡耶稣所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 求主赐给我们火热的灵 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真的需要福音的 求主赐给我们 首先我们自己 遵从神的吩咐 在这个世界上 就有更大的影响力 求主施恩祝福我们 多谢天父 神你是必定更加听 那些爱慕你的人的祷告 那些遵从你的人的祷告 神是会更加听的 圣经讲到 摩西在神眼前是蒙恩的 并且神是按他的名 认识他的 我们的生命 首先帮助我们 整个生命委身跟从你 整个生命全身跟从你 无论我们是 有一份世上的职业 或者我们家庭主父 或者我们是 在教会有侍奉的 无论我们是 刚位什么 我们都荣耀神 我们都 在我们可以影响的范围 去祝福别人 求主赐给我们 动力能力 也都求主祝福 帮助宗教会 求主帮助宗教会 走神的路 跟从圣经的方式 用圣经的方式来到 去跟从你 不是按照人的方式 那是根据圣经的方式 去亲近你 用心灵诚实敬拜 去全心尽心爱神 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神 并且遵从神 全阳福音 这些是神所喜悦的 当我们全心 遵从圣经的吩咐的时候 神是喜悦的 主耶稣求你 联敏 在这个世代 有些人有不同的教导 令到有些人 有惧怕 或者失去力量 或者注目 在一些圣经 没有讲到的事上 求主思恩 多谢主耶稣 你必定是听我们的祷告的 你必定使用我们 去影响这个世代 求你为我们开路 让我们能够影响 更多的基督徒 求主使用我们的信息 我们的生命 去影响更多人 帮助更多人 走神的路 帮助更多人 看重神 荣耀神 尊崇神 知道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愿你的荣耀降临 在这个宗教会 愿你使用你的宗教会 赐给基督徒有权并有能力 为人按手祷告 带来医治 带来心灵的医治 身体的医治 带来生命的更新 整个生命 被你更新改变 求主使用我们基督徒 能够发挥作用 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 为人祷告 影响这个世代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们尝在你里面 你就尝在我里面 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 我们就能够被神更大使用 哈利路亚 我们深信你的厄是容易 你的淡子是轻散的 当我们用你的方式 学你的样式 然后负你的厄 你真好啊 天父你真好啊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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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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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荣耀 重赞归给天父 神啊 愿你的名 得着最高的荣耀 感谢 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来到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阿们 祝主祝福大家 祝主加力给大家 有个问题 不是很明显 想请教我 你说刚才 在末世的时候 就不会有个 復兴皇 但是好像 我不是没有 而是 不是好像 他们所说的 那些医院会清掉 这个世界就越来越 好像福音广传得很紧要 圣经是说到 在末后日子 是很多人跌倒 被一支堪慧 被一支恨慕 而我觉得 这个復兴是什么呢 就是人在困难之中 尤其是大灾难的时候 更加听了神的话 的时候可以带来復兴 就不是 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加好 明白 麻烦你 那 我们都祈祷 就是说未到大灾难之前 基督徒都有能力 但是呢 说到关于復兴呢 就是 有时有一些 网络上的电影 他们经常都强调是什么呢 经常都是医治 我真的觉得呢 他是 就是为了 好像满足很多人的 那个 那个心 就是很多人经常想 得医治 得医治不是错的 不过这个不是基督徒的 最主要的 那个目的 最主要目的是 应该更多人 爱主 兴起做基督的征兵 给神使用 但是这些 很多影片 讲到復兴呢 都不是讲这件事情的 他们只是讲到呢 很多人得医治 很大的 圣灵的临在 那些人得医治 那就 就不会去到 他们得医治之后呢 那他们做什么呢 就是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 就是 一些失望 为什么他们会注目 只在医治那里呢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医治 所以他们就会跟那些人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 復兴是不只是医治的 是一定那些人都 这些人都喜欢医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